譬如你剛才也特別提到960 即是龍湖 有一個消息就是 它會分拆龍湖智創生活 在主辦上市 這個消息你覺不覺得 能夠進一步帶動它的股價力? 沒有什麼幫助 即是你在說分拆出來 釋放價值 你知道永遠都是合作的 但問題是這一刻你炒內房股 是不是用這個角度去炒? 如果你純粹用價值角度上看 你不爆 你不用釋放價值 現在股值已經很便宜 主要是怕 你會不會有些債務問題 隱藏的債務問題 所以我們已經覺得龍湖 其實是的 如果你不喜歡買那兩隻最強勢 我看到升了很多 有些人是為高症的 有些人覺得高位買東西很不舒服 但其實背後為什麼人家升這麼多 因為就是相對比較安全 但如果你退球旗次 你簡直叫做比較進取的 風險大一點 但也叫做相對安全 龍湖集團是的 但當一旦轉勢的時候 譬如你從10月份開始 你只劃個上升櫃出來 穿36元 那你就離開 或者甚至說36元那些位置買 才叫做比較相對的安全 所以其實道理一樣 反正大家都要等一成回落的時候 當真是回落的時候 為什麼不吸收 就是最強勢的 其實整個2021年 你都看到 我們就是這樣說的 大家做2022年展望的時候 我得出了什麼 就是吸收2021年的教訓 因為在2021年上面 整個反法 你會看到最強勢的 沒有死的 因為資金其實真的不是亂炒 雖然港股是難玩 但是那些東西升得 其實都叫做相對比較有邏輯 我覺得960也算是OK的 這些位置買網 44元我覺得OK 但是同樣地 升上來這些水平 突破不了41元這些阻力 回到36元這些位置再上 都不出奇 所以在說內防股上面 龍湖集團是拘求其資料OK 但是你問我 安全起見 一定是6800和109 嗯 好啊 大家可以待著 安隆那個分析 真的搞不好 沒有什麼 好啊 espero 關於 解釋 關於 研究